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的点看啊 我是狼肉 欢迎来到我主持的黑神话悟空主剧情像讲述啊 反正从第三章开始的啊 我就已经开始透过他的支线剧情啊 这依然来到了火焰山第五章 哎这挑一嘴啊 针对一路跟我走过来的老观众啊 别犯嫌 这游戏自发布光跑图也得跑个八星期啊 主线的话第一天我就跑完了 剩下的全都在找支线啊 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看他是人物质啊 这个是应该是正常人的操作吧 所以咱就别挑理了 你这没走那没走 我这没出发那没出发之类的 也不要嫌我像之前似的解读那么细了 我这就不是解读啊 都说了跑图嘛 咱先把大体的剧情尽量完整的跑下来 至于凑合这些细节咱回头再数呗 不要着急啊 我也不像您在网上刷视频 可能十分钟的隐藏剧情 我得找一上午 你别看又开始加速 开始无敌啥 那都得找找一上午 咱就这水平不要要求太高 邓的国很有压力 不要跟我跟那些年轻而比啊 你到50岁 你试试 你有我这个精力 有我这个速度 就是个意思 咱必定又不抢热度 赚他个几十万的播放量 给个撒瓜俩早的够干啥子 值不值当呢 就是先做一个阶段当电影看 完了之后全收集那个影神图 咱一个个当故事讲的 对不对 你不要忘了 我是故事像主播 我不是游戏像主播 所以呢 别急 跟着我的节奏来行不行 那么第一天发布 都看有人跑到结局了 那是干啥地 我是干啥地 你得点亮清 行 咱回到第五章 反正咱刚刚步入这一关 开门的存档点 是叫做火燎一关 当然再往后还有二关三关 三关就关底了 反正往前一拐二 没走几步就看到两方势力正在群殴 反正帮谁不帮谁的 你清干净不就得了吗 但是最后有一个NPC 和他一对话才知道 他以及他属下在这清理的所谓的阴兵呢 而且对咱是没有恶意 因为是牛魔王的先锋 有晕 而且表示会一路帮咱 所以这个牛先锋要一路跟着 他说带咱打开一个重要支线剧情 牛魔王挥下先锋 还好未上你姓名 饶你 饶你 你的事我早有二轮 你要寻的东西 老代王定然知道 他说老代王的肯定是牛魔王 问题是我把你手下都给干死了 老子往这一站 谁敢来 再来几个阴病 让老子杀杀才痛快 我感觉这货最强王者 跟猪八戒一样 红孩儿出动五行车 行的是障眼法 得亏老子聪明 五行车我知道 你别摆这样 小责 你这骂谁呢 你速速上山 我倒要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骂红孩儿呢 他妈这你家少主想不想好了 五行车 五行车 那必是五辆车 你到底拆了几辆啊 一辆没拆 这样都没拆 罢了 山门看来是守住了 你且先去 我随后就到 行 这个货肯定又是个直线 就不知道重不重要了 老代王曾说 五行车名为五行 实属五脏 各有不同脾性 不对了 老代王曾说 他是空缘 五行车名为五行 哦 重复了 这就算是对话成功了 那行吗 那咱就一路往前走吧 刚才他提到五行车 咱会一一见到 然后就到后面 他会帮他一起打 甚至说到最后 他就死在这上面 然后再一直走到这个 叫灰尽台的地方 深入之后 突然听到不远处 有人叫救命 这女孩儿声音 寻生而去 最后发现 这不是红孩儿掉树上 你都想不到是谁啊 还记得原著牛魔王 他有个小妾 是叫做玉面狐狸 竟然是牛魔王和那个玉面狐狸的女儿 私生女 红孩儿 是你了 咱能不能换一个指 啊 什么 狐狸的 真是红孩儿 你看 绑的镜子都一样 物种变 熟悉的三十三夜 词都一样 你怕不是红孩儿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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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看舌大慈悲 就为一家老小 就算点身卖命 也要仇谢大恩 我说的没错 这小娘叫我起来 果然狗人 是他们 把我的人回来了 好可怨者伤狗 这个事情在练 不是个九龙元圣 快如风啊 不论了 那这个都是金火 这么说 云里来 物理雀在哪 星空仙 仙红星 要这个伏头 不是零级的 是金火 哎呦各位 原来猜PV猜的太大了 就压小妖 你怎么打 打不动 这能不能打动 来 给各位说一下 取自红孩儿的手下留样 他们的名字三双对口啊 所以其中一对 几乎口快点扔了 红孩儿 不是吧 女孩上去 啊 女孩上去 啊 哎呦 哎呦我你妈 这他们谁都不知道 哪来狐狸 玉面狐狸 太二字眼了 姓甚名谁 老实说来 若有半句边话 叔叔的听爬 可不藏眼 好险好险 多谢恩人大救 我是大力王的女儿 名叫萍萍 胡宰 牛魔王何来女儿 哄骗我老猪 偷打 我 我记得你 我母亲玉面公主 还真是玉面狐狸 看猪八戒的表情啊 不好意思了 的确啊 当年玉面狐狸是她杀的 吓死了 母亲死后 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铁扇公主心善 任我做了养女 后来 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 我们一家团聚 终于过上安宁日子 都南海回来了 哥哥一向孝顺 对我也甚是关照 可是不知怎的 不久前 他忽然性情大变 他悄悄召了 火云洞的旧部过来 先是求了父亲 又困住母亲 我 我实在没有法子了 才跑出来搬救兵 可可的一出山口 就撞进了哥哥的手下 这种诈战编的信量有点大 那牛魔王神通无穷 我跟师兄两人才斗他不过 铁扇线更有灵保护身 怎么到了你这女怪嘴里 啊 说求就求了 抱不起 红孩儿不是从南海学演逼啊 做父母的 谁又真的很心 对亲生孩子动手 这小狐狸哄你玩呢 你们看看这里 若不是哥哥的三倍真火 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 不好 父亲性命请客急修 请侯哥哥 务必助我一家肚死劫难 神秀啊 我思路有点超纲啊 对 火焰山极凶极神 这只脚疗虫儿 你却收好 倒是自有用处 嗯 这声音耳熟得很呐 老祝我去探探便知 又先走 你就不能带我一次 哪怕一次 来不及了 侯哥哥 我在前面带路 快来 我也得跟着他爬上去吗 这边 列位 他是不是说 这个红孩儿 返天安了 是父是母 为什么啊 那这么说 这张关底的boss 应该是红孩儿 还有就是这个小狐狸精子 他话可感性的 他说 天上公主 心善把他给收了 这个 啊对啊 还有他不计较 猪八戒杀了你母亲 不计较 那这么说 他和红孩儿 应该是同父一母 对不对 但是以援助天上公主 那个性格 他还不能弄死 你想想 这属于我丈母 在外面偷人 下了种啊 那还不能弄死 四只脚 啊 我还就一张嘴呢 你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张嘴 我说不过你 是这个意思啊 各位 你听那是哥哥长 哥哥短的 我都听麻 这狐狸精 凭空憋乱出来的 他就在那 不了解我说一嘴 袁西游他就是走到火焰山 这孙猴不去见扇子去吗 但是大嫂不给 然后孙猴就找牛猫 他不在一个地儿啊 牛猫在了二奶呢 就是眼前这个小狐狸他娘 那个地儿好像是叫 他就叫鸡云山摩鱼洞 然后这个猴见了牛 他不认识个败把兄弟 他就开始打呢 然后打到一半 牛去吃饭了 然后猴变牛去骗扇子 然后牛又变成猪去骗猴 骗来骗去都几眼了 那就打吧 但是打可是打 这时候天明天将都来了 牛一看 我打法 这拔腿就跑 狐狸也跟着跑啊 猪八戒眼睛手快 哗叉一耙子 狐狸直接交代 原住他娘就是这么一回事 母亲一向你爱哥哥 咱肯轻易交出扇子 这什么事让我跳呢 原住可没说有这么一个小狐狸子 我想起来 旁边不远的地界 并有一位高人居住 据说以前也是母亲的雇影 如能再请他出山 完了完了 天长这么说又是个支线 反正这个小狐狸精呢 我初见的时候我就和猪八戒一样 感觉这个货有问题 到后面看 你就知道这个猪八戒还真不傻 但是就眼下他单方面诉说 这个思维逻辑咱找不出的漏洞 那只能按照他的指紧 跟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呗 然后这不就来到了丹颅谷 这个冰纹粉掐的 你看周围的环境 反正你别管眼前的地形 有多么复杂 多么烫饺子 如果只走主线的话 你就一边走一边往上看 那有比较大的门楼 比较显眼啊 过了门楼是一对BOSS 一对啊 其实圆柱都有啊 云里雾 雾里云 其实还有一对啊 急如火快速风 那个回头再说 反正就是红孩儿的手下 插入动画 但是在见这一对BOSS之前啊 你其实可以不静止走那个门楼 在那个之前 你顺着这个主道往左走 你会发现一架已经报废的五行车之一 爆废了 损坏了 不知道是谁帮咱干了一辆 这个五行车怎么不用打了 谁啊 怎么烦人呢 这个车已经死了 现在有个出发 哦 黄金绳子 住手 死便死了 只求死的结局 能挡住这鬼车 也算值得 若不能救我脱身于阴鬼之术 就走吧 不是五行车令人在说啊 是拆了这个车的人的灵魂 在和咱说话 而且听他话头意思 死不好死啊 没死利索 咱们听他怎么说 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 拽不下来啊 我是错信了那妖仙 妖仙 既好言相告 就此别过吧 再说一下 这是个什么玩意 在pv里面见过 但应该不是黄金绳子 鞭子 死后安宁 不愿做魂恶之鬼 走 此刻你强取此鞭 我必洪飞魄散 万万不可 哦 这样的 的确是鞭子 既然有这个出发 那肯定是能瞧下来 主要是什么条件啊 要想知道什么条件 那肯定得知道 刚才那个牛先锋啊 不对不对 牛先锋是用斧子吧 不是用鞭子 至阴之躯 那咱找他的至阴之躯吧 重复了 重复了 这就对了 这个事先按在这啊 回头有个解释 其实他贯穿了 游戏一直玩到现在 和咱有默涅之交的 这么一位好朋友 然后咱回到主线 刚才不是说吗 打完云雾继续往上攀 反正这个游戏就这样 你要找不到路呢 你就看灯火 没有灯火就看门楼 总能跑队啊 再往前走 推开一道大门 来到了罗刹宫 咱都知道罗刹宫 那肯定是罗刹女的地儿啊 罗刹女是谁啊 铁山公主 这是他宫殿的外围啊 主殿是叫做翠云殿 不如之后 那整一个被火燃烧之后的 雕梁化洞 金碧辉煌啊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咱可能来晚了吧 之前咱跟咱引路的 那个小狐狸 正在和他的 这应该是后娘 也不能算啊 叫大娘吧 也不知道怎么叫了 叫娘不合适 母亲也不合适 反正嫡母啊 反正在这个地儿啊 如果把这个牛魔王 当王来看的话 统一都得叫母后 是不是啊 这小狐狸她不是小妾儿生的吗 这算是庶女 对不对 反正就这么关系了 这母女正在这儿 争竟什么事呢 这小狐狸她是小妾儿 这小妾儿 这小妾儿 倒是自有幼肿 哥哥糖 哥哥哥多人 不好是陪你的哥哥 来这里助手 不选人 此君你们的八道身是救死我 就 火月山这场谍 替谁上了 不选人 这家妾儿 这岳妾儿 这家妾儿 我怕是救不了 母亲 母亲女孩求求你了 再这么拖下去 哥哥的凶行一发 不然怕是必死无疑啊 你是当真关心的放荡老牛 这殿堂真广杀 别以为做娘的不知你那点小心思 难保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 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小羊坏了 差不多 老了 头发都白了 若不是新游父王安危 我何苦找到上席 一起来这里要求 哦这就他刚才说要找着高人呢 这旁边谁啊 我看你只想骗去芭蕉扇 做个人情献给你 当年的小甜甜啊 现在也不错 我是父王的亲生骨肉 承蒙目睛不弃 才得以苟胡至今 哥哥待我再好 又怎比得上双亲的天恩呢 他的相机 宅宪 你得到现在 我情人 他太太太 奔跑了 他太太太 你那只要 他仇人 他核佩 我 你得到 你是拖打天王啊 不是拖拖到这的 哪家的 乖乖听老天命令 哦 披尾的词在这儿 我那芭蕉扇 也不是吃素 他前脚得知绅士 天命人后脚就到 梁氏同时发生 师姐 不觉得诡异吗 绅士 什么绅士 你们在说谁 我听闻剩余几个遗物 都已落入天命人之手 师姐 事已至此 你害我 哪来着师弟啊 又是远况 谁让他回来 那些东西 当真是修炼至宝 只怕我们一个个 自作聪明 到头来 反倒成了 祝他还魂的祭品 我不在意别人死活 我 我从来 都只在意你一个人 不如 我们两个一起走吧 当年在上面 我如何带你 今后也会如何带你 又是天上 师弟 到了这种时候 竟只有你还挂念着我 我一下没了主意 好乱呐 好乱呐 你我细说 母亲 不可信他 这次面露奸相 得有轻薄之意 行贼 我是白瞎了请你救人 已经成人之危 你 你敢 这不是你请我来的吗 旁贝们说话 轮不到一个庶女弄蛇 我与你母亲相识的时候 你那父王 大约还套着牛梭子 不知在哪里离地呢 这关系是谁了 下贱 母亲别信他 一边请请请请 好一招反客为主 以狼入室了 这是 世界 下去之后 小鲜 还从没离你这么近过 师弟 这些年 其实我 难不成 他博安援助 这个罗刹女 独自在芭蕉洞 那一段 芭蕉洞 芭蕉洞 那一段 芭蕉洞 猪蕉洞 还能是什么 咱们全家 摆不上来 啃异口了 洗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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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阿杂东西 竟敢画出 死芭蕉洞 诶 不是孙猴啊 猪八戒 猪八戒 跟孙猴学坏了 这时候剿灭狐狸洞的日子 我老猪 也想念他锦 吶 小花东西 我知道了这是谁了 这可能是六丁 六丁 这什么蛋 这一路的阴兵鬼家 以为老猪 看不出是谁的杰作 差不多 六丁六甲 其中一位 那不转捣捣人魂 神之灭到了 正好正好 啊 你说出一起 会不会这坏了钢城的烂鱼 劝火 灭出 这么多年了 啊 火焰山土地了 这斗帅公的无根水一旦落了地 看你还如何放肆 啊 没错啊 原来斗帅公的童子 呵呵呵呵 曾经我助你等席行 招数也没错 正宏道数 无根水 哇 前坎认阵 确定困队啊 很正宗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可以说来阴阳两极吗 这徒弟啊 有牌面啊 这四周全都是滑盖啊 用滑盖搭阵啊 上掌日月鞭啊 是很正宗啊 各位 这土地有牌面啊 只不过这火焰山土地 怎么和罗刹女论上世界地呢 看到没有 八卦 咱先和他玩玩 不了解我说一句 他这个活性绝对是对的 他前身是太上老君的直系地的 还记得援助那八百里火焰山 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当年随后大道先公 不是踢倒老君的炮弹炉吗 哎 有这么几块带着火 炉端掉下来了 把这地儿给烧开了 完了之后 太上老君一来气 拿这个看炉的童子撒气 就是你也跟这一块下去 所以这个货就是当年的多帅公 太上老君挥下手炉的道童啊 所以这货的你看他这个道童 属于道家十五的单排鞋 更是够瞄正的 整个人性咋这么差的 正宗啊正宗一点杂志都没有 你看前面那几个土地什么玩意儿是 我说是外形的铁针啊 不讲人性 老货真假 是道童前公 特地用那种水墨效果 这个画面这个设计绝了 你听着个BGM 所以最开始那个牛羡猫 就跟他招出来那一阴魂打架下去 而他又和红海二穿一条活动 是不是啊 所以在原住啊 这个孙所头回见这个土地野兽也是一惊的 因为之前他见到的山神啊 或者土地都是那种要贩子 最多也就算是平民的大伴 粗不大挂的 然后到了火焰山一瞧 呦 这穿着真有人没有 像个衣冠禽兽啊 人家高看一眼的 不仅如此啊 他这不是拖一个钵吗 钵鱼吗 其实不是钵鱼啊 是个铜层 在镇兽吗 这是个小铃善 看到没有 手上闪着字 太快了 看不见了 但我能猜到肯定是九字真言吧 那就是什么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是不是啊 呼帅气 那么头一回被反派打进去 对我说一下这个九字真言是在中国道家的东西啊 不是他们日本的啊 全他们是暗物质攻击 但凡出手呢就是引力透镜效应 暗能量去催动那个微波背景辐射 全他讲的是反例子 这就是很道德经 对了他手里拿了个盆 我还没说完呢 在原作他就是拿了个铜盆 给师徒四人送这些吃的 的确这个铜盆还是鸡盆 记不得了 而且最重要点啊 他这个土地他有徒弟 你见过西湖里面他有第二个土地啊 带着门声见大上 而且他就没扔了还 该能瞄 的确是我看到一个列子 列前行那个列子 那是不是再往下我能看到三七六一 九门九星八神九宫 什么开修生伤 杜宁死精 复杜宁有白玄天帝都能 哎呀招这小鬼子抓你加兽吧 行 加兽 哎不对 我刚刚秒了个啥 怎么这么说 那不是马兄弟吗 阴阳之道 一向一辈 天地之道 一生一将 他把老马给杀了 我走 我还想挡着这把去找老马呢 这开样子弄死他 这家子真不知礼数 弄这么条小鱼儿 还不够请咱吃饭 鱼儿 鱼儿 等一下好熟悉 我想想鱼 鱼 鱼鱼 鱼鱛鬼 对对对 我刚刚想说了 他在原住他有一个门声 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鱼 鱼鱛 什么 什么什么 吊嘴鱼鱛鬼 对他身边有个小鬼 就是他的徒弟 长得叼着嘴 鱼的塞 但不是鱼啊 只是 下鱼 是这好吗 当然无所谓了 刚才那个马老哥是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支線了 怎么直接就挂了 善章在盘司堡里面见面 还说到火焰山 好好痛饮一番的 这怎么直接阴阳两格了 而且刚才那个马兄弟用的是鞭子吧 马鞭 五行车抢那个鞭子 还有空间头 好难入啊 我从第一张一直找到他第四张 真的是都找出感情来了 这条鱼啊 未必是是那个长相鱼的鬼啊 看到没有 他总是变色 一黑一白 身世之谜已接 红孩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眼里这地府天翻 不过是人家案板上一碗冷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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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可怕死 你看这货的座牌 还是他这畜生身份啊 就知道不是一般啊 这算是最强的徒弟啊了吧 但是原路可没说这个徒弟和罗刹女他又一腿啊 丹童 他也提到丹童 绝对清白 多少公比零小店要清白的多 提丹如 看刚才他的神态不像是爱 像是利用 看看有无通路 我再去四处找寻找寻 老娘虽然跑了 难说宝贝还在山内 反正这一通正统道家炫技 我是真没想到 说到这个火焰山的土地 咱都受八六万电视剧影响了 就那个很实诚很老实 甚至有点怕事 上来就给唐僧送饼 那个老头们 没想到道法这么深厚 反正打完之后 我就感觉不对啊 这不到最后怎么换出咱的好朋友 轴马哥 死了 我他妈当时出现的时候 在这停了 想了半天啊 完蛋 可能真死了 还记得之前那个废的五行车吧 上面插了一个鞭子 你想鞭子 谁拿的 再想想眼前这个被人利用的 幽魂状态的轴马哥们 要不咱回去再不好意思 看有没有什么新对话 为的便是等你